亲爱的同学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例三 一块长方形木工板,长两米,宽一米 它的面积是多少平方米和多少平方分米呢 那在这里咱们得先来算一算它的面积,对吧 那在算它的面积的时候咱们得知道 其实长方形的面积跟它的什么有关来叫 长和宽,长和宽,长是多少告诉我们了吗 宽是多少告诉我们了吗 都直接告诉我们,那我们可以直接来求它的面积,对吧 长是二宽是一,长乘宽等于面积 二乘一等于二单位是平方米 很好,面积单位下面有平方,等于二平方米 那咱们已经算完了,这条题我就算了吗 没有 没有,一个完全解决了,它的面积是二平方米,对吧 嗯 可说你这还得让我干嘛呢 还有另一个 和多少平方分米,这个千万不要把它漏掉了 咱们还得去换算,对吧 第一张就让咱们把二平方米换算成多少平方分米 咱们就得来写一步,二平方米 米 米 等于多少平方分米呢 这是小的单位往大的单位去换,还是大的单位往小的单位去换 大的单位往小的单位去换 大的要往小的去换,对吧 那我得干嘛呢 成几率 那我得知道它们间的几率是多少,对吧 平方米和平方分米间的几率是多少呢 一百 一百 所以我应该二去乘一百等于 二百 二百 单位是 平方分米 平方分米,对吧 那我就写平方分米 换算完了,直接写答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完整的解题过程 那做这道题的时候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不许是走完面就完事了 咱们还得去单位换算 没把平方米换算成平方分米才可以 大的单位往小的单位的话 咱们要乘净率 小的单位往大的单位的话 咱们要除以净率才可以 那这道题咱们做完了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 练一练 一张正方形的纸的边长是40厘米 它的面积是多少平方厘米和多少平方分米 这道题咱们还得干嘛呢 先算面积 先算面积 然后得换算 对吧 那我先算面积就得想了 这是一个什么形呢 正方形 正方形 正方形告诉我它的什么了呢 边长 边长 那么正方形的面积公式又是什么呢 边长成边长 边长成边长也就是说 咱们正方形的面积跟它的边长有关 咱们得让边长去乘边长 边长是40厘米了 那咱们就用边长去乘边长 40乘40等于多少呢 1600 四四 16 16 再来贴两个 0等于1600单位是 平方厘米 平方厘米 这道题我做完了吗 没有 哪没做完呢 还有单位换算 很好 合多少平方分米 你得去给它换算一下才可以 对吧 那我得把1600平方厘米 那我得给它写上 1620平方分米 厘米 厘米 对平方厘米 等于多少平方分米呢 这是小的单位往 大的单位化 还是大单位往小的单位化 小的单位往大 平方厘米换算成平方分米 小的往大的化 小的往大的化就去除以西域 那平方厘米和平方分米 它们间的几率是多少呢 100 100对吧 那我得让1600去除以100 1600除以100 准多少 16 16 所以结果就等于16平方分米 平方分米 第一道题咱们才做完 对吧 再来写一个答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完整的解题过程吧 那同学们 我们在单位换算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我们在换算单位的时候 如果是小的往大的化 一定要去除以几率 如果大的单位往小的单位去换算 咱们就要成几率 那我在计算的时候 一定要认真看一看 要么让我们去换算就可以了 那同学们 我们例三就做完了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下一题 大但不是 我们你看到 打好